国内近一两年频传未到国外旅游,却收到至纽约、东京、巴黎、伦敦消费的信用卡账单,台中地院查出许姓男子被盗刷集团吸收,勾结加油站员工,册录21名加油民众信用卡内买资料,再以电子档传送给国外同伙盗刷78万余元,法官昨以伪造有价证券罪将去南判刑一年6月,何亦庭沈卓, 20岁的许男正值青年,不思询正当途径获取所需,仅因缺钱花用,参与伪造信用卡犯罪集团,并要约认知与加油站的高性少年共同参与,由高策路被害人信用卡内买资料,供集团成员犯案,造成被害人,败卡银行,特约商店的损害,严重破坏社会秩序,予以判刑, 21名被害人为前往美国旅游,收到银行寄来的信用卡账单,却发现在美国各地区消费,金额为1万余元至7万余元不等,经被害人及银行向警方报案,原警察出原来是在加油站打工的少年策路客人信用卡,予以查获, 简审指出,信用卡到刷集成员于前年2月上旬,交付信用卡策路机给料姓少年,由少年法庭审理中,要求寻觅策路信用卡之人,精料找找到缺钱花用的许男,许再将策路机交给在台中市太平区树德加油站上班的高姓少年, 被法院裁定感化教育,高姓少年由前年2月6日起至同月12日至,在树德加油站以信用卡策路机策路持信用卡,前往加油站的21名民众信用卡内买资料,每成功策路一张信用卡可获150元至250元不等报酬,再交给许,许再交给倒刷信用卡集团, 倒刷信用卡集团成员于分持维卡在美国各地区倒刷消费,炸彩78万余元,造成持卡人及银行受损害,经发卡银行发掘有意报警查获须等人, 台中地院查出许姓男子被倒刷集团吸收,勾结加油站员工,策路21名加油民众信用卡内买资料,再以电子档传送给国外同伙报刷78万余元,法官以伪造有价证券罪将去南判刑一年6月,图本报资料照,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